现在是发威的时刻 温度还是很冷很冷 早上出门的时候 想必你也感受到了 所以提醒您出去的时候呢 除了多掐几件的衣服之外呢 厚外套也记得戴上 羽绒外套呢 穿起来也OK 因为不止早上了 晚上也非常的冷 但是来看到哦 在今天的清晨低温分布上面来看啊 其实跟昨天相比 是已经明显范围有限缩了一点 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南投的中寮这个地方 低温还是会有出现3.3度 而这也是台湾 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这对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全台的天气状况 表现是如何 在台北宜兰新竹呢 温度低温大概是在8度左右 而在高温则是会来到18度 而台中嘉义和高雄的温度范围 则是8度到20度左右 那么来到明天呢 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但是白天清晨的时候 还是比较凉冷 而在台北宜兰新竹一带呢 温度会上升个大概2度左右 所以会来到10度是低温 而在高温的表现上面则是18度 而在台中嘉义高雄 要特别注意的是嘉义这个地方 低温只有9度 主要还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平地地区会比较冷 早上的时候 所以要特别注意早出晚归 要适时地来添加外套了 这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因为目前我们大陆冷高压呢 它还是最靠近我们台湾的时候 所以影响的范围还是全台湾 但是到了明天开始 它这冷高压一出到海面之后呢 这个干冷的空气就会开始慢慢地减弱 温度也就会跟着回升 而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大概是会维持到礼拜二以及礼拜三 到什么时候天气会逐渐地回复呢 来看到这是礼拜四的地面天气图 到时候又会有下一波的 东北季风靠近我们台湾 但是它的干冷空气呢 其实不是是湿冷空气 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 主要在东北部地区 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 雨势会来得比较大 而且雨区范围也会比较广 而主要也是因为干冷空气移走了 所以主要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它下雨会开始 再带大家来注意到的 就是未来的一周温度趋势 刚刚也有提到呢 其实今天是最冷的时候 到了明天早上还是很冷 白天温度开始回升 像是除了北部之外的其他地区啊 他们的温度可能都会高温来到20度上下 而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礼拜二一样持续地回稳 礼拜三四五六 温度其实都是持续地回升当中 但是其实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 最主要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 所以到时这温度呢 可能上升的不会特别的多 但是也不会下降很多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冷空气呢 稍微跟这一波比起来是蛮弱的 所以温度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对大家来看到在明天 以及后天的清晨低温呢 来看到跟今天相比 它的低温范围又再度的限缩更小了一些 甚至像是来到了27号 也就是礼拜二 在台北北部地区呢 它的低温可能也都会在13度以上 所以这温度的表现上面呢 是逐渐的回稳的 而带大家也来注意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会怎么走 今天主要还是受到这寒流干冷的天气形态影响 所以全台湾基本上都白茫茫的一片 也就是没有下雨 但是来到了明天上半天下半天之后呢 这个干冷的空气一出之后 在东北季风的吹拂之下 它的雨区范围会限缩在东北角一带 包含像是在恒生半岛 可能也会有一些的雨势 但是这雨呢 其实还不是特别明显 要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 说的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才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 像是在宜兰一带啊 包含像是东半部地区 甚至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 最后带大家来提醒您的就是 在今天明天的早上温度呢 还是偏冷的 而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之下 包含像是中南部地区 以及迦南平原 还是有可能有极低温的情况出现 以及民众在加保暖呢 要特别留意在使用这暖气的时候 要注意用点 以上主播